三分钟让你的AI作品摇起来 本次的教程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使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深度图 第二部分使用AE结合深度图制作例会效果 第三部分使用Blender结合深度图制作例会效果 你可以结合自己擅长的软件看对应的设置 可视化精度条给你们放在下面啦 废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打开Stable Diffusion 点击图深度图 然后把你精心挑选的照片拖进去 调整一下画面的宽高比 这里我们可以按比例把分辨率调到最大 这样生成出来的深度图的边缘句子会比较少 然后我们再次把图片拖入到Ctrl-Net插件中 不要忘记点击启用 接着我们在预处理器下拉框中选择深度信息处理器 MID处理器生成的图片呢 会有比较强的边缘锯齿 对我们其实制作不是很好 但是它会比较好的规避掉一个背景的干扰 然后LER处理器呢 边缘的模糊度还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它的背景干扰比较强 所以看大家需求来选择用哪个处理器 左边的模型下拉框选择Dance深度模型 这边的Resolution呢我给了大家两个计算结果 可以看到数值越大那细节就会越丰富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调整这个数值 最后我们点击深层就可以了 记得保存自己的深度图哦 好了接下去是我们的AE教程部分 我们直接使用国外大佬的一个成品模板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把原图和深度图导入AE 双击左下方的第一步Import Photo 模板会自动打开一个合成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照片拖到时间线上 然后调整大小 调整完了之后我们点击上方返回到图合成 然后我们点击左下方第二步Import Death Map 模板会自动打开第二个合成 我们把深度图拖到时间线上 然后一样调整大小比例就可以了 调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返回主合成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已经摇起来了 在这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这个目标点的动画 如果你觉得这个动画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关键帧 当然你可以选择使用微口循环来让它自动摇 然后在controller图层也有非常多的参数可以调 大家可以一点点去尝试一点点去调 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 因为每张照片调的参数它不一样 出来的效果它不一样 按照自己的照片来调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点击Export Preset这个合成文件 选择你要输出的分辨率和比例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Blender教程 在教程之前呢我想先来说一下 在Blender当中使用置换来制作这种例会的几种方法 和思路和它们的对比 首先Cycles渲染器 加材质置换 加物体细分 面数32万 渲染精度256 用时17.56秒 实在是太长了 其次EV渲染器 加物体置换 加物体积分 面数800万 渲染精度256 用时1.92秒 渲染时长的还是可以了 但是我操作的时候 我 它会死啊 最后 EV渲染器 加材质置换 加Geometry Notes 面数589 渲染精度256 用时仅仅0.36秒 这才叫真正的秒渲流畅的谣 好了 并且我已经在图像的旋转参数上做好了驱动器 最后你可以通过物体的边界面板调节Geometry Node的一些参数 来调整置换的强度高度以及面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